为了改善大内陆地区长期淹水的问题 进行中心分红下水道工程 而代表内陆地区指标的庆福寺牌楼 也因工程关系必须迁移 在历经多日的施工后 牌楼也顺利迁移完成 今日上午也举行庆福寺牌楼通车典礼 寄协图法会 由庆福寺主委曾明星亲自主持 先议员赖燕雪张家哲曾正言也到场关心 今天两次结日 水道工程和牌楼签余都进攻 今天这个日子是我们祖师公华 经历今天两次结日 我们请到这个法师 来把我们办社会平安发卫 希望继续我们争讨平安顺势 我们要拌劳通车典礼 跟我们的发卫 也要感谢我们的任管长 对我们的地方的帮战 在这儿也是我们希望 中文、当民交叉、五叉路口 交通真的複雜 我们可以处理到我们的 高通、生命安全 县议员张家哲赖燕雪则表示 感谢县府的用心 大力争取经费来改善地方 淹水问题 这次庆福寺牌楼签移完成 也感谢在施工期间 所有民众的全力配合遵守交通 期望在竣工后 能够为地方改善长期淹水的问题 因为中心分红的工程 我们当初有移动庆福式的牌楼 然后今天把牌楼移到新的地方 也感谢我们祖师公 对我们来立政 对我们南岛市 所有民众的庇佑和支持 也欢迎大家 有能来我们庆福时来参拜 来我们立立地区 跟大家互动 中心分红的工程 在大家的记得之下 终于解决到我们大力立地区 淹水的问题 这也要感谢两个担委 第一个就是我们管支部 全力率所来配合 第二个感谢我们大力 来政头所有的鄉亲事专 可以全力来配合 时间这段期间 要算急救未来完成后 可以带给我们带来 地区是安定富裕的生活 当时也是交通很方便 在这个增头 庆福四牌楼 配合分红工程迁移 施工期间也封路 造成地方民众交通不便 这次在大家的期待下 终于迁移完工 并且正式通车 曾主委及议员们也期盼 藉由这次的典礼 祖师公能够庇佑地方 平安顺遂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